而花莲南区的县议员林玉芬的县政总质询 则是针对了花75线着附公路的军列 文旦外销、观光活动办理 以及法里法里音乐节、部落聚会所 希望能在历经0918地震 以及风灾过后的花莲中南区 都能够在县政府各项规划当中获得重申与蜕变 县议员林玉芬在县政总质询时指出 花75线的着附公路道路归列 从0918到现在都未修复 建设处长表示路面情况不好 有向中央争取 但是属于竞争型的计划 所以担心没有核定 所以以县府追加减预算 预编了3000万元预算 争取了很多经费 那我想要请几个处事来回答几个问题 一个是园民处、一个是观光处 一个是文化局、一个是民政处 南区最主要的就是把表演艺术带到南区去 那这几年已经有比较稳定 就是部落建设跟我们南区的一个建设 所以我要求各级处是 能够提出他们的对南区的一个建设 或者观光的部分、文化的部分的一个提升 他们有什么计划能够说出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聚会所的部分 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其他的 之前我有开过专案 有选址 然后目前也陆续在承办中 但是有两个地方我比较在意是 第一个是寄能不能卖部落玉璃 因为它的工程 它的经费到这个月底要收回去 必须要跟厂商做一个结算 所以这个我请我们言明处要仔细的来 催促一下 再来就是我们五岗部落去年完工之后 一直都没有验收 那刚刚有报告说他可能过几天还在复验 那可能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一年都没有验收 这是也是觉得蛮讶异的 这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文旦的这个产销部分 我这几年其实一直跟着农民一起做这个产销 我也帮忙卖 帮忙出货 然后帮他们行销 那也跟他们在一起 觉得真的体认到他们真的非常辛苦 那在过程里面真的是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盘商 这几年都是被弄到非常低的价位 所以我也感觉这个部分应该 农业处要择无旁贷来协助 那能够用各种方式来协助 不管是补助也好 或者中国大陆的行销就是出口的部分 那我们有很多研究报告都出来 是不是都可以拿来一起做研究之后 把我们的文旦能够好好的行销 希望明年的文旦能够不要让农民再那么痛苦 有关交通的部分 是我不要关注在我们着附公路 745号相到的这个部分 因为从0918灾害之后严重受损 然后又经过数次的台风 那我们整个路面都也倾斜 然后龟裂 然后整个也是残破不堪 那一年了 从0918到现在一年多 一直没有修复 所以我非常在意 所以我就要求我们 其实4月份订期会的时候 我就有执行这一块 那当时是说会做 那到现在还没有做 我们是有点真的是非常有点担心 我们所有族人的安全 还有这个路是我们着际乡 唯一的连外道路 对我们的乡民的这个就学就业就医 各方面的群体都很受损 所以我希望县政府能够尽速来把这条路 能够铺设完成 然后有一个安全的路回家 法力法力的部分 因为我这几年都有参加法力法力 那我看到的都是 就是很多的很有成就的 这个我们的影视明星来参加 或者是我们原住民的歌手 也是非常有名 那但是我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力量 来提西后进 希望我们原民处能够从明年开始 能够发掘人才能够办几场的 这个听他们说要办24场的这个音乐会 然后从中能够发掘人才 让我们的这个法力法力呢 能够越办越好 那人才培训越来越多 让我们的在地的子弟能够 有机会站上更好的舞台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